哈嘍各位現場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來到巨變AA倫敦建築聯盟的前瑞時代第二場系列講座 本次于中泰美術館所舉辦的巨變展覽 呈現了AA倫敦建築聯盟前院長Alvin Brodsky 他充滿前衛性的辦學理念 並且規劃了六個主題 于亞洲首次展出近百件的珍貴點餐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場系列講座 主題People 環境空間與人的巨變 我們特別邀請到台灣重要建築平台與計畫的參與者 共同來分享過去的工作經驗 以及在這樣的歷程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產生巨變 進而演出新的連結 那在講座開始前 首先我要先與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主持人以及語壇人 首先是主持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組織 石垢竹記刊的總編輯王俊雄老師 歡迎 好 老師也是我們去年蘇礦記主義建築展的策展人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今天掌座的語壇人 首先是中泰美術館總監黃珊珊總監 歡迎 以及 壹點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吳怡燕經理 歡迎 賴仁碩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賴仁碩老師 歡迎 石建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助理教授蕭友智老師 歡迎 以及本次展覽系列活動的共同主辦單位貴賓 臺北市建築世代會建築主委王才偉主委 歡迎 再次感謝各位講者以及貴賓今天的歷齡 那在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主辦單位 中泰美術館黃珊珊總監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讓我們歡迎他 今天在座的老師還有講者們大家好 還有在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泰美術館總監黃珊珊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在實體的場地 還有線上跟各位相見 那今天其實是中泰美術館當期展覽劇变 AA建築聯盟的潛瑞時代 這個展覽的系列講座之一 那這個展覽它聚焦在建築繪圖 而且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展覽去思考建築教育可以帶來的變革 或者是實驗性 因此我們的台北展 除了展示這些珍貴的建築繪圖之外 我們其實也跟台北建築世代會共同策劃以及舉辦了這一系列的推廣活動跟教育活動 那包含多場的專題講座 也就是像今天的講座 還有ADA新位建築的對談等等 那在這個系列講座當中呢 我們又特別以四個主題 有繪圖 還有人 也就是今天的主題 那還有出版品跟教學法 這四個主題分別邀請 來自不同領域跟觀點的講者 來與我們一起討論 那我們希望可以邀請各位跟我們一起重回 像Elven Biosky 當時在1970、19到90年代那個教學相長 然後互相交流的一個時代氛圍 然後討論建築跟空間設計可以帶來的各種可能性 那這也是我們辦這個展覽 還有這些系列講座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有一點點可惜 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無法辦實體的講座 所以中泰美術館將所有的活動調整為線上的方式 那在上個月其實ADA新位建築師的對談也都已經圓滿的落幕 圓滿的結束 那今天的講座我們特別以直播的方式 希望提供給觀眾還有講者更安全還有方便的參與方式 那也希望這個直播可以突破空間跟時間的限制 那當然還是很期待未來有機會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可以實體的見面 那最後我還是要再一次的感謝台北建築世代會與我們共同主辦這個展覽的系列活動 另外也要感謝ACC亞洲文化協會對於我們系列講座的支持 那最後還是很期待今天下午的講座 那比較不好意思我也是講者之一 我就不佔用太多的時間謝謝 謝謝 謝謝珊珊總監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同為本展系列講座的共同主辦單位 台北市建築世代會建築主委王才衛主委 來為我們致辭讓我們歡迎他 謝謝珊珊 謝謝中泰美術館 那我們這次ADA建築世代會 主要跟美術館配合是因為我們這次美術館的展是有關於倫敦建築聯盟 他們年輕時代的這個手稿的展覽 那跟我們的ADA新衛建築展其實是 有某些上面的觀點新衛建都是年輕的建築師的作品 那 感謝王老師一路來的支持 那也很感謝王老師今天能陪伴大家主導這個論壇 那台北建築世代會 謝謝各位來賓 然後也謝謝珊珊也謝謝王老師 那希望今天這個論壇 會跟這個展覽一樣精采 謝謝 謝謝王主委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講座 也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主持人王俊求老師 歡迎 那個今天這個場合很特別 我也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座談會 還要站在這個地方 好 那可是我覺得那個雖然是這樣的事情 可是它不會影響我們要聚在這個地方 要產生改變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這個活動呢 我們大概也是 是以中文的聚變這兩個字來作為我們這個 這個座談會那個我們最重要要討論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對於這個展覽它來講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我們產生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啟發 那就是人要聚在一起 我們才能夠可以去產生一個有意義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事情其實說起來很簡單 比如說國父孫中山他搞革命 那他也是聚變這樣子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它到底做得好不好 以及它成不成功 那以及在這個裡面 它要那個是要怎麼做 它才會是一個成功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今天所要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長期覺得啦 那個我們台灣建築界總是一灘死水這樣 那我們為什麼會一灘死水呢 因為我們都沒有聚啊 那當然不會變 也就是說 在我們大部分的時間裡面 對於絕大多數做建築工作的人 他們就是每天都要醒來 然後就是進辦公室 然後就可以畫自己的圖 做設計 做自己的事情 那可能跟他的同事 或是跟業主跟音樂廠中間有些互動 那可是那個並不是我們所講的真正有意義的劇 也就是說在台灣的那個建築界裡面 就我所知其實我們並不太習慣聚這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因為沒有聚 所以我們能夠產生的變其實並不多 那我很高興說我覺得最近這十幾年來 因為有成品 因為有中泰 那我覺得那個台灣的這個建築界已經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最近又有這個世代會他們也都加進來 那也有那個也有文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那個模糊糊糊的去看到了一個新時代的一個來臨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會請了有珊珊 有那個有宜燕 有仁壽 有那個夏老師 我們希望那個他們來講一下他們怎麼樣去聚集人 因為他們現在看起來好像都很小咖 那可是他們其實是我們台灣那個現在要做這個這個這個聚變的先驅者 那我相信在他們的身上那個其實有非常多的經驗在上頭 那只是我們並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座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 它讓我們那個它能夠讓這個劇能夠很清楚的被看到 那以及在這個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去思考以後的變 那我想大概是今天我們要做的這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那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珊珊做第一場的發表 那我們就先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就開始分享今天的內容 那今天是我們劇變展覽的系列講座的第二場 那很不好意思我就就是擔任這個第一個講者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的講題是people 環境 空間與人的劇變 所以我特別想要把這個展覽跟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在這個展覽當中其實有展出了非常多的非常珍貴的出版品 還有手繪稿 我們可以在這個展覽當中看到這些非常棒的作品 但是今天的講題people也就是人 我想要特別聚焦在這一次展覽的題目 我們在中文的名稱上面把Drawing Ambience翻成劇變 那其實劇變它這個中文是來自於核劇變或核融合的一個中文的說法 它其實是在說粒子跟粒子之間碰撞之後所產生的一個非常巨大的能量 那我們特別用這樣的一個在科學上面的名詞 來衍生為人跟人的相距還有引發的各種能量跟改變 那會這麼去規劃也是因為Drawing它除了它是一個繪圖的這個名詞之外 它其實也有動詞的含義就是Drawing把許多的人吸引在一起 或是把一些東西吸引在一起 所以今天的這個題目也因為這樣我們特別引人 然後人的聚集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其實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輕鬆跟愉快 因為我想要講的就是在中泰美術館 甚至是更早之前的中泰基金會 我們透過一些活動或展覽 來去建立了一些人的相遇 人的相聚 進而人可以交流 而產生了一些故事 所以其實在這個展覽當中 除了剛剛看到的這些繪畫 以及出版品之外 我們的展場裡面有非常有趣的一些展品 就是在這個空間當中的這個大圖的輸出 大圖的輸出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一些老照片的在線 好 那這一張其實就是帶領著AA 走向一個領導時代尖端的學院的這個 Alvin Biosky 這一位所謂這個吸引所有的人相聚的一個 應該說是磁心嗎 剛剛正在跟幾位講的討論 就好像是一個磁場 他把大家吸在一起 那我們的展場也有一張照片是看得到Alvin Biosky 他本身是一個現代主義的支持者 但是他跟他的朋友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支持者 用非常幽默的對談 然後甚至是揶揄的方式來去交鋒 所以也象徵了那個AA他是一個多麼的包容跟開放的態度 那還有在展場裡面也有一些照片 可以看得出在AA這個學院當中的學生或者是他們之間的一些交流 那這個也是當時的老照片 看得到一個小小的學校 學校社當中擠滿了許多的人 然後他們之間有多少的互動 以及他們用手去建造出本來只是在平面上面的平面圖 他把它建造成實際的3D的空間 甚至是在那個時代大家對於未來有非常多的憧憬 那他們甚至用熱氣球去想要創造一個會飛翔的建築 還有在平圖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眼著臉 覺得好像不知道該怎麼講下去的 Alvin Biaski他對著他的學生的作品 當時這種非常傳神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這個互動 就在這些老照片當中來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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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的貴賓介紹這個展覽的內容 所以我用我們這次展覽裡面的幾張照片 來去帶出這次的展覽其實除了這些珍貴的 繪圖之外 其實它背後有更多是人的相遇 然後相聚所引申出來的各種的 故事 那我今天代表中泰美術館 來分享這一個題目 其實也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所做的一些活動 如何邀請大家一起來相聚 那羅蘭巴特他曾經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城市是一個論述 我們住在這個城市當中在裡面漫步 觀覽就是在討論我們自己的城市 那城市必須透過人的生存才能確立 以及延續其存在以及價值意義 也就是說城市它不是許多的建築物構築而已 這些建築物本身只是一個硬體 只是一個容器 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在當中的人 所以這個也是中泰美術館從開館一直到現在 我們所耕耘的三個展覽的議題 就是未來議題 當代藝術跟城市建築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美術館的三種角色去扮演一個 讓大家相遇的平台 然後讓大家有交流跟思想激盪的一個觸媒 以及我們也希望把這樣的經驗累積下來 因為展覽實在非常的多 所以我今天比較聚焦在中泰美術館所影響 或是做了哪一些部分的改變 我分別以產業還有學習跟教育 還有專業人才培育這三個角度 來去帶到我們過往所辦的展覽 那在產業的這個影響 我特別舉HON 2025想家計畫 那在學習以及教育 我特別舉了粗礦主義建築展 還有駐校大使這兩個計畫 那專業人才培育的部分 我是以10年基金會10週年的展覽 還有台日新瑞建築論壇的計畫 那對我們美術館來說 平台就是一種聚集人的一個平台 所以這邊比較快速的去提到 我們過去所辦的這些跟建築有關的展覽 那在照片當中我們看到的是許多的作品 所以很容易讓大家誤以為展覽是以物件為中心 可是其實這些物件它背後有許多人的交流跟聚集 那我就進到這個粗礦主義建築展 這也是我們在去年 非常艱辛的克服了疫情的種種的干擾 然後能夠順利舉辦 在開幕當天王秋華建築師也來參與我們的這個開幕 那有許多的貴賓跟好友也來支持 但是其實因為當下還是一個疫情稍微有點影響的狀態 所以其實參加的人並沒有很多 那相關的成仁和建築師的公子 還有吳明修建築師的家屬也都有來參加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小王老師 王俊雄老師當時擔任這個展覽的協同策展人 跟德國的策展人共同幫我們規劃 那這個展覽也由小王老師來號召了六所建築系的大專院校的老師 帶著學生一起參與 在這個展覽當中有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跟學生 然後還有淡江大學、台北科技大學、中原大學、明傳大學的老師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大群的學生一起參與 在這個籌備過程當中我們舉辦了許多的交流會 還有發表會跟研究會 那當然最重要還有這些學生他們自己從研究到最後 從自己繪圖到自己把這些圖面變成3D立體的模型的這個過程 我們才有辦法完成這個展覽 我講太久了 那這個就是學生在做模型的樣子 所以其實是非常多人在背後的努力跟累積 才有辦法造就一個展覽 那展覽過程我們也舉辦了許多的演講 那畫面上所看到其實這是學生 這是參與的學生 我們也讓他們就像是今天在做的講者一樣 能夠代表然後來上台來發言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看到這些學生的成長跟他們的才華 那在剛剛有提到中泰美術館辦的展覽有產業的這個影響 我特別想分享HOME 2025 在這個HOME 2025當中 我們一樣也是讓許多的人在這邊相聚 有建築師 有評論家 然後也有企業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當時這個2015年的時候 不用戴著口罩可以喝飲料 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是多麼快樂的時光 我在整理這個簡報的時候一直不斷的回想 然後也非常的就是很懷念這個大家可以相聚 然後交流的那個時候 那在基金會10周年的時候 中泰美術館也策劃一檔10年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我認為它其實是代表了一個專業人才的培育 因為基金會在這個過去的10年當中其實訓練了一些 這些人 那我當然也包含在裡面 那有我們當時的前秘書長林一貞 帶著大家 然後還有我們的執行長李彥良先生 帶著我們這一群同事 一起的辦了許多有趣的活動 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雖然不容易 可是我們都很開心 都在這個工作當中有收穫也有成長 你看當時可以不用戴口罩可以喝酒 真的是非常開心的時代 好那觸媒中泰美術館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這邊不贅述其中有一場 台日新瑞建築師交流論壇也是跟台北建築世代會共同主辦 在這一場的活動當中 我們邀請到了獲得ADA新瑞建築獎的台灣建築師 以及由武池蘭太郎策展人他所挑選邀請的年輕的日本建築師 來到台灣跟我們一起交流相聚 那也在那個時候其實也可以看得出年輕世代建築師對於建築的未來 他們有許多的想法 那除了建築師的這個教育培育之外 我們也中泰美術館也非常重視建築跟藝文教育的向下扎根 所以其實在美術館我們規劃了剛剛提到的建築工作坊之外 其實還有高中老師的教師好朋友 還有駐校大使 駐校大使我們已經舉辦了蠻多屆了 那現在也累積非常多位的大學生 他們都非常年輕 那這些學生他可以借 就是他們可以藉著參與駐校大使的計畫 了解美術館運作的過程 然後甚至他們可以接受美術館的培訓 擔任導覽員 然後而且可以直接的跟建築師還有策展人 面對面的交流跟溝通 所以這個是在他們學校學習以外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學習的平台 好 那其實在美術館成立之前 基金會也扮演了一個Gatherer 就是聚集大家的一個角色 那我想在最後我簡報最後舉兩個計畫 第一個就是ADA新衛建築獎 這個也是第一次台灣有一個 針對年輕世代的建築師所頒發的獎項 那在這個獎項我們聚集了非常多不同的人 那包含當時的我們的主持人林方毅老師 他在前幾屆擔任我們的主持人 也給予這些獲獎人 也就是我們今天在座的獎者 人獸給大家非常多的鼓勵跟溫暖 那在這個獎座的鼓勵之下 也有台灣更多的年輕人 願意去投入跟爭取 他建造了一個非常好的良性競爭的平台 那其實在這個ADA新衛建築獎的籌辦過程當中 有一場我覺得很特別 我想在這邊特別提出來是 我們規劃了非常多場的獎座 但其中有一場是以女性建築師為主題的獎座 那在當時應該是首創以女性建築師為題目 所以我想在後來多年之後 在2019年台灣成立了女性建築師學會 應該也是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某種的起點 所以你看當時真的聚集了非常多的朋友 那最後最後我想再分享一個就是 許多人都記憶深刻 而且也很懷念的建築人小酒館 那這是一個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吃吃喝喝的玩樂的場所 可是我相信它所代表的意義 不只是這個吃吃喝喝玩樂 它其實是打破了建築領域世代 跟不同業界不同立場的這個隔閡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建築評論家大王老師 然後這是當時在中山創意基地的一個場景 然後大家拋下每一天非常繁忙跟沉重的工作 可以在這邊互相的交流 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基金會很認真 除了玩樂之外還要舉辦講座 所以玩樂之餘還要認真的講座 小王老師在這邊 然後可以有很開心 然後真的是不同世代的建築師 不同領域的人來到這邊 與我們放下平日繁重的工作 來這邊開心的相聚 那當時一宴也擔任我們當時的這個 酒館當中的講座的主持人 你看他表情多麼的豐富啊 對 然後我們每一次辦小酒館的時候 都會非常認真的來票選 當年的建築十大事件 讓大家再去回顧這過去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都非常的專心參與 每一次的小酒館我們有設定不同的主題 然後有一年是一個運動會 所以謝英俊建築師當年好像要參加立委的選舉 也跑來那個這個拉票 然後我們還融合了運動的主題 邀請了兩位這個應該是前國手來參與 真的開始了這個有動起身體的這個活動 那不只是台灣內部的交流 其實在這樣的小酒館我們也邀請了 來自芬蘭的建築師跟來自日本 他好像已經有點茫了的樣子了 平田 好 所以我不好意思有點超過時間 但是我想要講的就是 劇變它其實就是象徵了這個人跟人 碰在一起相聚然後引發的改變 那我相信美術館所做的事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聽到更多來自不同領域 不同角度的人的故事 那我今天簡短的分享就到這邊 好 謝謝 好 我要站起來直接講就好 好 這個果然很可怕 好 我要趕快站出來 坐在這裡嗎 坐在這裡 好 站在這裡 好 那個 我們很謝謝珊珊跟我們講這些事情 那我 第一個讓我覺得很恐怖的是說 在照片裡面看到很多我的好朋友 在2014年的時候的長相 他們顯然比那個 顯然在那個時候比現在要年輕很多 所以也讓我想到我自己應該也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剛才那樣的一個說明 其實我覺得很清楚的去說明了這個 這個劇這邊 在這個地方它所產生的一個 一種漩渦式的一種效應 那可是在這邊我覺得我們等一下還可以再討論 更多的關於這個變這個部分的一個情況 那這也讓我想到我在跟珊珊 我們在一起籌備這個粗況主義展中間的這個曲折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分享這一段 我們接下來請儀宴好不好 謝謝 小王老師然後現場的各位前輩朋友還有螢幕前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儀宴 那我先回憶一下子在 應該我們在八月的時候有在線上稍微對一下今天要講的內容 那當時小王老師直接出了一個很直接很明確的功課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裡面要通通都要用圖來講 我們各自在做的事 好那各位你看到名單其實裡面說真的 我已經九年沒有畫圖了 就是我一直說我不是在所謂的我們建築的設計圈或規劃圈裡面在 在扮演設計等等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當時就立刻反應說 老師我都沒有畫圖那怎麼辦 那老師說沒關係你沒有畫圖 如果你在過程有找人畫的也算 好那我就覺得好我要用這件事情來講 就是關於老師所定的那個題目叫做巨變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覺得老師的命題很精準 是因為它是直接跟我們這次的展覽連結在一起 希望我們透過我們自己本身在做這個事情 怎麼用圖這個部分來做一個呈現 那我在準備這個PPT的時候其實我就在 是在回憶我個人這九年來可能在參與新建築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怎麼樣去扮演這個角色 然後怎麼樣透過我們在做的事情來連結這些事 那當然我的題目小題叫做圖的意義 我有點像是在回憶我過去過去不能說小時候 就是學生時代或者是我過去假設我們在扮演所謂的 跟設計規劃有關係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怎麼用圖來連結這些巨更變的意思 這大概就是我今天會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段落 那我就來回憶到底圖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那首先第一個我覺得圖的意義當然很單純的 就是在於作為溝通 那為什麼要從這個小的點開始 就是因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者是螢幕親戚的各位 甚至如果你們來到了這個展場看了這個展覽之後 我相信如果你是對建築 應該說大概就是40歲左右吧 大概就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你來看這個展覽非常有感 為什麼因為這個展覽裡面的所有的建築師 或所有所展出的內容 其實就等同於我們是在我的學生時代 會帶領著我 會引導著我 然後讓我知道建築是一個很有趣 甚至很有意思的一個學門的一條路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在這件事情上 我就會有一些連結 那當然對我來說其實也許所有的畫面 其實就是在做一個溝通的角色 那當然我在連結這個溝通的時候 我就思考說我要用什麼事情來講這件事情 那各位看到這個是我在2014年 那時候參與了一個叫做2014亞洲工業遺產區域網路 國際論壇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印象中很深的是 這個活動那時候是本來邀請方藝老師 那後來方藝老師因為有事 當然我覺得方藝老師故意的把我推出去 然後他就說來 藝人去上這個課好了 這個課交給你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要在一個工業遺產這樣的那麼重的題目裡面 帶領很多民眾 怎麼來思考關於華山的一個看法 當時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我是用媒體跟社群經營的身份 在這個題目裡面要扮演一些角色 當時其實我就用一個最 我們學生時代可能最常見就是卷圖 我把卷圖展開 然後大概我帶十個夥伴 然後他們因為已經上了三天課 最後在某一個最後的時間點要有一個產出 來回憶這件事情 回應這件事情 所以我當時我就引導他們說 來 我們來畫一個華山上合圖 就是說展開一張圖之後 請大家在這個圖面裡面只有一個小時 我記得應該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間 經過一些討論 然後將各位在所謂的會場那幾天的上課裡面 所認知到對於華山的未來跟華山的一些前景 來提出一些看法 而且當時當然因為都是大眾 所以我跟他們說 沒關係你們可以用寫的 當然最好是用畫的 當然如果你們覺得可以用很多圖片 或者是照片來做拼貼 把這件事情呈現出來都可以 盡可能讓他們最用輕便的方式 把這件事情展現出來 那說真的這個是我當時 在做這個事情的第一個實驗 因為我完全沒有這樣的嘗試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後來其實 在經過了一些討論之後 其實那些學員們所做出來的事情 就非常有意思 因為每一位的背景不一樣 每一位的對於在那個場合的認知不一樣 所以他們當然在那個事情上 就會提出非常多看法 那當然我想那個看法 有些事情不一定值得可以 不一定是可以容易落實 可是你就可以從裡面可以感受到 所謂的大眾他們對於華山的一些 一些新的一些想像 例如說他們可能希望 他可以在裡面有非常的教育的 生活休閒等等的功能 但最終做這樣是需要能達到 欲教欲樂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是他們對於華山的一些 可能用文字上面的一些看法 那當然他們在圖片上也有留下了 就是不管是華山的老照片 或者是他們在其他工業遺產裡面 所找到的一些圖片 把它給連結上去 所以就產生了一個 未來他們認為的一個華山印象的 新的連結 當然他們也有會去提到說 關於功能性上的 希望能從那個產業本身 延伸出來的休閒體驗 甚至那時候就有寫的走讀 還蠻好幫我置入的 那時候我沒有帶他們走讀 然後就提到可能關於學習等等 那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 他們在畫面裡面 其實就跟今天我們這個展覽一樣 其實很多的圖 很多的畫面 它有時候事實上是在表達 每個人心中所要想的 那一個美好的世界 所以其實當然這些大眾 他們不一定能畫出 覺得是精準 甚至相對美感的圖 可是他們會很努力的 希望將這件事情可以呈現 所以當然我們有看到吃吃喝喝 甚至看到有一些 可能是在某些建築物或是畫面裡面 做了拼貼之後 他們再另外補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都很有意思 就是在一個短時間內的反應 可是事實上那可能是最直接 也是最深刻的一件事 那有些人因為可能有一些背景 所以他就可能可以 可以表達出一個比較空間的一些看法 那當然他們其實再怎麼樣補充 最後就用文字 希望來加強這些事情 然後甚至很認真的去拿了摺頁 然後在上面 可能希望能再做多一點連結 然後各位有看到很多 所謂的石垢組啊等等 那有些可能就是比較是建築背景的人 他們在這個華山那幾天的論壇之後 可以希望提出 希望看到一些他們認為的一個 更加美好的一個運用的一個狀況 那最後當然他們其實是 把所有事情稍微做個整理 然後再加上一些標題 讓大家可以有感覺 好 那我覺得經過這場的小小的實驗 就是那時候那一場活動的事情 對來說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認為其實在 在溝通這件事情 或者在所謂的傳達訊息這件事情 當然就可以在原來在那個短短時間內 而且帶著並不會是完全都是我們 受過建築軍專業訓練的人 都也可以辦得到 所以這個那時候我有一個很 shock的事 因為那是我的第一次 好 那後來其實我想 在針對這個圖面的一個討論的時候 當然就跟我之前在新建築的狀態一樣 就希望他其實某方來說是來做一些紀錄 那這個紀錄當然他是希望將 對我來說是將我們在過往所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留下一些痕跡 我想這個是 也是圖面上的一個對我來說的一個意義 好 置入我兒子 然後我就帶著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我就到了有一次 通常我想各位現在的檯面上 或是所謂的畫面螢幕前 如果是有爸爸媽媽都知道 那個有時候學校早上因為要補那個 學校的那個找課的空檔 然後都會請家長叫做成光爸爸 或成光媽媽去上那個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的一個課 那個課就看那個家長本身是什麼課 什麼專長就上什麼東西 那有一次事實上這個課都是我 他還在上的大部分 然後他那一天剛好有事 然後他就說你去補一下這個一個小時 我說喔好 然後他說可是要不一樣喔 所以我就再把那一套東西帶到那個學校去 所以當時我就請那個學校的學生小朋友 可以把那個所謂的 因為深美國小就把那個他們的學校的 對學校的認知是什麼 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當時其實我就一樣 就是把圖攤開 然後把大概20個學生通通叫在地上 然後就請他們在學校的那個 在那個圖面上去畫 他們對或是寫都可以 去對於他們深美國小的印象 那當然這個事情其實又對我來說只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生活的一個小插曲 但是我為什麼特別今天在這邊做個分享 就是如果我們要回到圖面 怎麼樣表達跟怎麼樣來呈現的時候 我認為他其實在紀錄上 生活的紀錄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兒子 小二的時候 他現在已經國二了 然後他其實就跟著他的家 跟著他的那個同學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是他畫的 因為當時他迷戀那個樂高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星際大戰 他畫的是那隻 那個雙 王晉那隻叫什麼名字 就是那個機器的那個軸 所以他就是把他的一些事情可以表達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有趣的是很多學生 他在畫學校的畫面的時候 他你可以隱隱約約可以感受到 他對於學校哪些事情是感興趣的 比如說這個是 他們學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 遊樂的一些設施 他就把他給 用他的方式給他表達出來 然後甚至是 有些學生可能喜歡玩槍啊 然後等等跑來跑去的 然後你看這個很有趣喔 他們特別畫線有沒有 他有些學生就是 你不要超過我的界線 他自己在圖面上 標示的一些紀錄 希望把他的範圍框得比較清楚 然後有些小孩 哇 那就小二 他們其實就用 花草草來編織他的名字 其實我都沒有限制他們的題目怎麼做 只是說你們就去做你們想要做的事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然後有一個小朋友就寫說我下課都在玩 什麼 擔槓 對 他喜歡學校的擔槓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這個事情當然就有一種另外不一樣的體驗 我覺得就是可以讓這樣的一個心情表達在畫面上 然後我想那個直接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好 那回到當然再更深刻也就是 回到我們建築的專業或是設計的專業 其實就像我現在其實這幾年來 另外比較重視的是 怎麼達到那個參與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就覺得圖本身它也帶了一個轉譯的一個功能 那那個轉譯當然是轉接 就跟剛剛所說的溝通也好 或是紀錄下來也好 然後最後是可以扮演 專業者跟非專業者之間的一個橋樑 這個是我覺得 不管任何事情 尤其在圖面圖的這個意義上 可能對我來說更深刻的是這件事 那用一件事情來說明這個部分 是我在20 就是去年 去年我們那時候參與了新竹的新校園運動 就是用校園規劃跟美感教育計畫的一個案子 當時其實這個計畫很有趣 因為這個計畫事實上就是要帶著建築師到校園去 然後跟著校園的老師家長或者是同學 一起討論校園規劃 那當時我最後一場在港南國小 然後那時候校長都沒有跟我講 他到底多少學生要參與 他只跟我說有家長有老師 我說那很好 反正大概就是一個班級這樣 然後我記得印象 因為他們這個學校大概100多個學生 然後最後我去到現場 他才跟我說 當天要上課 他跟我說 吳先生 我想要讓我的100位學生 都有機會參與到這次活動 他當天才告訴我 我聽到我說 校長你有體育館嗎 他說有 他說帶我去看他們體育館 我說好 那我知道可以該怎麼做 我就一樣用這一招 我就在體育館裡面排了桌子 然後把那個圖展開 然後我就說 那下午我們就讓你的學生 輪流進到這個場域裡面 把他們對於學校的認知 可以表達出來 那當然最後重點在於 要讓技術師去轉譯成 他的校園整體規劃 那後來其實我們就 當然就一樣 看各位看這個場合 就是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他們分 我記得分兩個還是三個場次 就將他們在校園裡面的一些畫面 跟他們在校園裡面的一些感知 他們就特別都各挑一個時間過來 所以我記得下午應該分兩個時段 來補 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的一個場式 這個是當時在畫面裡面 各位看到很多學生 很多小朋友 就這樣子分兩排 因為人真的太多 分兩排 然後來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就是 就跟剛剛第二段一樣 就是讓學生的 讓校園的小朋友們 可以將他們 在對於這個學校的一些期待 用圖面的方式 甚至在這個圖面上 可以感知到一些訊息 那當然那些訊息 最終是希望說 把這樣的一個訊息 不管是操場 或是像這樣城堡一樣的 這個轉過來看 城堡一樣的一個鐘塔 這是他們現在學校看到一些資訊 可以最後可以連結到 校園的一個規劃跟安排 那當然其實我最重要的是 希望能留下一些 一些在小孩子裡面 他們在小朋友 對於校園的一些 未來的一個期待跟想像 當然所以從現在金額感動到未來 這個部分是透過這樣的測試裡面 我覺得希望能達到的目標 各位看到現在這個是模型 這個就是當天 一天從上午的討論到 下午的小朋友的工作方 跟最後在快速的狀態底下 讓那個金額師可以協助我們 把他感知到的資訊 再重新用模型來做一種反應 甚至趕完之後要做這件事情 他在一百多位的學生面前做平圖 那我們先不說這個金額師是誰 因為他真的很辛苦那一次 真的跟著我這樣做這件事 那我想其實對我來說是這幾句話 就是說不管是從溝通紀錄跟 從最後轉譯的功能性來說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在意的那個過程其實是一個 第一個當然最重要的是參與 就是讓人跟這件事情有關的人 都可以在一起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因為參與進而得以共創 共創當然是共同來創造 一些我們可以感知到的一些事情或畫面 那遊戲心事我覺得 就是可能在做這些事情裡面的一個狀態吧 他其實就是一種非常自在 希望維持一種自在的一個狀態 因為唯有自在可能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能達到那個變的機會 這可能是我所思考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宜燕 我想 最近我在追劇 追一個劇叫做唐頓莊園 這樣子 那他在那個劇裡面呢 他就常常用一個字呢 叫做 drawing room 那我們就把它翻譯成叫做客廳 我常常在想說 這個為什麼畫畫會變成是 是客… 那我當然有上網查了一下 其實他這個字跟 drawing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觀念性 可是我覺得在剛才 那個儀燕所講的這個裡面 他讓我們看到的圖 如何讓那個空間變成一個客廳 我覺得這個是 在他剛才那個說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們所有人要一起畫圖 所以我們會聚集在那個地方 那地方變成一個客廳 我覺得他好像是對這個英文字 是一個最好的去一個詮釋 那另外一個 我也很驚訝說 他拍那些小朋友畫的圖都拍得很棒耶 像我如果拍那個… 拍我兒子畫的圖應該都亂拍一通 他的人家圖都很正耶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非常盡責的人 在那樣的一個空間裡面去做的事情 那個其實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那個請人鎖 大家好 我是賴仁碩建築師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跟吳建制建築師一起 跟另外一群建築朋友們 大家一起在做的激光公務所的經驗 那在開始激光公務所之前 我們以譬如說2012年 其實也是曉雯老師那時候一起策展 那ADA的那個… 在那時候我們比較習慣用一個設計者的角度 去觀察我們的使用者方 或者是去面對那個使用者 他的某一些生活經驗 去重新整理那些生活經驗 變成一種好像有一種這種像是在整理他人 或者是我們用一個他人的方式 在接入空間的角度 在觀察那個擁有者 或者是在建立擁有者未來的生活使用經驗 那在2018年的ADA的時候 我們其實改成 也剛好在那個時候 我們可能感覺到自己創作上面 或者是生活上面 面對一個需要重新再整理的狀態 所以我們改…在這個狀態 我們改成用一個參與其中的方式 去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跟工作 那時候我們很巧的遇到了一個在台中市 舊市區 原本以火車站為中心的這個台灣大道 這個街坑的附近的一個老房子 那這個老房子 它其實隨著都市中心的轉移 其實它在那個時候 呈現了一個廢棄的狀態 那我們在這個廢棄的狀態 雖然是當時候已經是一個廢棄的狀態 但是我們可以在它過往的建築的圖面上面的閱讀 去看到它原始的狀態 在建築體結構體 然後填充體 然後空間單元 然後構造材料的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反映了 它在最剛開始那個時代的時候 它其實扮演了一個生活二樓作為住居單元 一樓作為倉庫 整棟建築物作為它前向的另外一個 街道上面的街屋的服務者的角色 的這樣子的事情 那也因為隨著時間的轉移 它其實那個廢棄的狀態 讓它有機會面進入那個衰敗的狀況 那個衰敗狀況 其實讓這個構造體 從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生活體 它還原成一個結構體了 那就是因為這種還原成建築 在構造上結構體的這個狀態 讓後來的我們開始重新填入 或者是重新想這個結構體 有什麼樣子的可能性 可以回應我們自己的狀態 這蠻有趣的 就是說它從一個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構造體 回應它第一個時間點的故事 到後來我們重新 用新的時間點去重新整理 這感覺上其實有一點點 時代的狀態在這個空間中 那其實很巧的 這個事情回應了幾個事 第一個 我們當單純的用一個設計者角度 介入一個空間的時候 非常習慣在設計的完成 甚至構造體的完成的時候 交給業主使用的那個時候 當作我們作品的階段性的完成 可是當我們變成自己在面對 自身的生活的時候 這個其實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再更接下來的 它能夠真正創造出來的事情 可能是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認為建築的完成 它跟構造體成型的完成 其實會是兩種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對於建築的實踐 如何實踐一個建築 我們認為時間感的這個事情 它會變成一個更重要的事 所以對當時候開業將近十年的我們 我們也試著想要再延長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重新整理看待建築的思緒 認為建築跟社會之間的互相引導 跟回應的關係 可能是我們應該要再更進一步面對的 所以很簡單的二樓 它其實是一個兩層樓的房子 二樓跟一樓跟這些留下的結構體 我們開始裝進去這個結構體裡面的活動 或者是開始整理這個窗子雨坯基礎 然後結構步槍 然後屋頂的這些構造體的事情的時候 它表面上仍然像是用我們設計人 在構造材料上面的手法 實際上是在重新整理這個建築物 面對這個區域的大環境 跟這個建築物在二樓跟一樓裡面 可以重新建立的關係去做重新的想法 那在右手邊從下而上的這個土裡面 其實它就是建築本體的重新組構過程 從地板到一樓的外牆到結構補牆 到一個連接兩層樓的樓梯 到二樓的桌椅到二樓的外牆到屋頂 其實它從拆除結構補牆 水電配管 摩斯地平 木梯 隔熱 木窗 鐵花窗 弧形桌面 這些事情我們一定可以講出很多 這個在構造細節上面 可能關於美感 可能關於組成 可能關於材料的方法的事情 但其實我們知道在這個做這些手法的背後 其實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如何透過一個未來生活的想像 跟未來生活的預計的事情 來作為以後到底有什麼新的可能性 那這個可能性 其實老實說最剛開始 我們在想這個可能性的時候 有點像是以自己為出發點 以預計進來的這一群人的事情為出發點 可是我們其實在想像這一群人 的未來十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容易在每一個思考點上都碰到盲點 比如說人是變動的 可是什麼是不變的 然後我們買的 我們現在加進去的新的物件 它應該要用變動的方式來回應那個可能性 還是應該用彈性的方式來回應那個可能性 其實在這裡面變成有一群人不斷的在想像 或甚至在爭論來想說 那到底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大家現在在圖面上看到 這是我們階段性的成果 那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那個時候的決定是 那二樓就作為辦公室使用 除了一個固定的櫃子裡面 裝了各式各樣一定非得固定不可的事情之外 其他其實就是一個大空間 在這個大空間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辦公桌椅 那樓板的這條線 它就往上分為稍微私密一點點的辦公空間 跟往下比較開放的空間 那什麼叫做開放的空間 對誰開放 這個其實後來的選擇是 有一個吧台是固定成像是 各式各樣得被水跟電固定的吧台 作為是固定的一部分 然後有一個會議室 然後有一個留下來比較多的 比較略大一點點的空間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儲藏間 那整理的當然這個是 首先就是我先聊一下這個 內部的在圖面上面跟空間上面的安排 我們其實就是用一張兩張 莫名其妙形狀的大桌子 作為固定的座位 以及一張兩張三張 比較彈性的 不是固定的座位 而是彈性的 就比如說暑假實習生啊 或者是有臨時進駐的單位 來的時候所使用的空間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後面那個固定的座子這樣子 那簡單說 他的想像就是在一張大桌子上面 也許有人在工作 有人在玩狗 有人在做自己的事情 有人在做彼此聊天的事情 然後把這些大桌子放在一個連續的大空間裡面 那很快的我們發現那個座位的 其實這張座位的顏色代表不同公司的組成 我們開始發現不同公司的組成 開始有填入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明顯的區分的狀態 那裡面就發生了很多 那種很細微的團隊跟團隊重新組合的狀態 那實際上目前為止 在這個四年的營運過程裡面 總共有超過25個不同的團隊 曾經進駐過這個空間 那目前有六個不同的單位 總共有26個人在這個空間裡頭共用 那每個樓層大概有35坪 樓上樓下兩樓大概是70坪的空間這樣子 那在一樓的使用呢 我們其實一樣大致上有一個大的拉門 這邊就作為主入口跟樓梯 然後有一個吧台 然後有一個會議區 那這邊就是一個比較略為放空一點的空間 然後後面有一個儲藏櫃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讓它 我們讓它也許平常通通是大家在這邊開會 然後在這裡喝咖啡 然後在這邊就是一個放空的狀態 那有時候就把這個門拉起來 把這邊都做成一個比較稍微正式一點的審查會 就是這邊拉起來 就這邊歸這邊 然後這邊歸這邊 那有時候就把它 比較活動的把它做成一個展覽樣子的模式 那有時候就像把它變成是講堂的方式 那有時候就放空給小朋友 在這邊溜滑地盪秋千之類的 那有時候就讓它是課堂 那其實這些活動到底怎麼安排 其實最剛開始的設定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沒有很明顯很明顯的答案 所以把放空跟保留彈性 當作是這邊的比較大的可能性 那我這是我這幾年 稍微記錄一下曾經發生過的模式 那原本這個房子 它其實是在台中這種方形街坑 其實是作為前面的激光街的 這個主要的店面的後面的服務設施 它最原本最原本的都市性格 其實像是一個內向的空間 但是這個空間的原本的性格 變成下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很湊巧的在這裡找到另外一種 空間上的某種彈性 可是這種湊巧其實說不定 其實也來自於空間計畫或設計者 對於這一些的愛好或敏感 譬如說當時候的房東竟然很幽默的 跟我們講說他可以租給我們 可是他希望一樓要放空 這還蠻可愛的 那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當時候跟他做過很 在這個地方做過很多活動的蘇惠比蘇老師 跟他說這個如果可以放空的話 這些街角可以變得很有趣 那我們的確就這麼做了 那這樣的狀況也就變成這裡的社區居民 會真的會到這個地方來問東問西 那後來變成不只是社區居民 變成是各個學校 然後後來變成各個地的事務所 或者是各地的工會 或者是所有對建築愛好的人 大家會好奇的理解想了解一下這裡的狀況 那我認為其實只談現象 可能是最剛開始的一兩年 我們會發生很多很多有趣的事件的這個事情 變成一個好玩的現象 可是久了之後 我們其實要重新回頭來想想 那這些現象對於真的想要把 未來十年的空間創作的重要工作 放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我們 那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意義 那就像剛剛跟大家說明 現在其實有六個不同的單位 其實有做日式合國的公司 有做建築設計的公司 有做建設公司為主的 有做公共工程為主的 各式各樣的事務所 老實說 我覺得那種很直接講得出來說 讓大家覺得這裡有非常大的不一樣的事情 可能有 但沒有那麼的明顯 我們反而覺得大家 的確樂於在這種 共用空間的情況底下 有點像是在學校的交流裡面 大家會各自回到各自的studio 認真的工作 也會在自己遇到問題 或者是樂於交流的時候 拿自己的模型出來圖桌上 和大家共同討論 我覺得這種 有點像是這種 這種奇奇怪怪的討論方式 它變成日常而生活化的彼此推進 當你看到別的事務所 在這個空間裡面 做出厲害的作品的時候 你自己會有一個 好像蠻有趣的喔 我們可以再繼續往下做的那種狀態 所以最後我認為整個這個計畫公務所的都市空間的小實驗 有了一點點屬於內部的事情 有了一點點屬於上面的事情 有了一點點屬於街區 甚至更大一點點的事情 我期待它 我們期待它變得再稍微放大一點點 但是我們仍然在觀察 這裡面可能繼續發生的可能性 謝謝大家 謝謝那個大人說 那個我剛才那個 把這個訊息再看了一下 那個他剛才在那個裡面談的 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展覽 叫做後台灣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時候 在中山創意基地辦的 做了展覽 然後是吳怡彥寫的報導 所以呢 我那個 那個我在那一刻 才突然這個訊息 我們在2014年已經相聚過了 好 我們接下來請蕭爾志 就是他準備了一個很長的幻燈片 OK 謝謝他 大家下午好 不要擔心 我非常擅長 這個很長的偷影片 但是用很精準的時間控制這樣 大家今天看到那個畫面上面的這一個 是我大一的時候的設計課的作業 然後我那時候大一的設計課老師是安育謙 我們實踐大學前院長 前戲主任 然後 你可以看到我 我畫的 我當時大一 被要求畫的這些 凸做的那些模型 跟各位如果今天去看這個 中臺美術館這個 AA這個展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那個血緣上的關係 王老師抬頭看一下這張圖 我大一 這是我大一畫的 這是我大一畫的 我看他這樣一直以為是 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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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到你會覺得是王哲是因為 你會想要reverse king 對吧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安會帶這個呢 因為安就是那時候跟王哲跟謝中昌 他們在paint 那個時候 就是準備要籌備那個 費城藝術大學的建築系 的王哲老師 跟我們的中昌老師跟安老師 當時常常都聚在一起 所以他們之中就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所以之後 中昌老師跟安老師回來台灣 開始教書的時候 教到我這個generation的時候 你看在實踐開始 引發這些作用 那這個是我大三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的這個老師 是一個兼任老師 但是他叫朱柏陽 那個時候他剛從AA GDG回來 GDG是現在DRL的前身 還沒數位化之前的 研究所這樣 那各位看到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個都是 前一張是這個 這都是我畫的 一個大三學生的設計課的作業 這樣子 那 但是而且 那時候是一學年喔 所以 第二學期的時候 剛剛那個圖 要變成一個美術館 這個二十世紀美術館 就是沒有用電腦手繪的 平面圖 那 這是我的畢業設計 到大四的時候 所以我基本上 因為大三吃了 朱柏陽一整年的口水 所以我大四雖然有這個 喝一粒老師當我的指導老師 但是何老師基本上 就是放任我 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 那我基本上就是用大三當時的方法學這樣 那 好 那 後來我就去 呃 當兵 然後進十五縮 然後在原相 把自己的身體操到壞掉 然後就離開十五縮 然後就 跟老師去開咖啡店 再淡水 然後當時就開始在自己 呃 在做一些自己的東西 然後參加淨突 像這個是意外拿的那個 那個 國美館的福爾摩沙鐵工文師競賽的手腳 然後也拿到一筆鉛 可以去真的 生平第一次雷射切割一塊鐵板 把它 把它做成一個實體這樣 但是我的對手就是 全部都是傳統的那種手工鍛造的 呃 藝術家那個 那我當時就是做這些 為了要做自己咖啡店的那個 大門 想要做六三的那個鐵門 那也差不多在的時候 認識我太太 她今天也在現場 我們真的是 長距離戀愛 然後 我開始想說 在她的這個拉扯下 想要去美國念研究所 那我 我那時候大概就跟 遺宴啊 跟 跟仁碩一樣 就是說你看我們大學的時候 吃這些口水 其實是二手三手的 這些東西 那但是 我當時咧 就懷抱著想要變成大師的心情 準備我的作品集 對想要去變成一首的 然後 這是我作品集裡面的 的作品這樣 然後 那個時候 幫我寫推薦信的 譬如說 安去幫我要了一封王澤的推薦信 王老師看了這些作品跟我講說 你不用去念Creambook啊 你已經畢業了 這不是我臭改的 這是他真的這樣講 然後 那時候風哥也幫我寫作品集 但是他也不認識我 因為都是安的關係 三封推薦信都是安去弄來的 那 我就去念這一個學校 那為什麼去念這個學校 那為什麼去念這個學校 當然就是因為 Liberskin啊 因為 Ims 這些建築史上 設計史上的這些figure 那事實上 Creambook是一個 獨立研究的地方 所以我就去那邊 還是在做我自己在想的事情 然後把這些 我大三的時候受到那些 AAGDG的那些方法 所以在談的那些複雜理論 那些混沌理論 所影響出來的那些 對形態的想法 然後建築 看待建築的角度都是 建築是成千上萬的碎片所組成的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要逃避那個數位建築 因為當時所有的全世界都在做數位建築 我想要去一個 跟數位建築無關的地方 是非常handicraft 結果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剛好換老師 然後開學第一天進來的是 那個人叫Bill Massey 他是全美國最有名的做數位構築的人 所以我就開始跟著他做CNC 雷射切割 但是我還是在做一些假數位的東西 我實際上沒有用那個 Grace Harper去演算 我用的是一種2D的方法 然後但是把2D的東西 升成3D這樣子 所以我稱之為是假的數位 所以這都是我在Cranbook前面 一年半的在做的東西 那為什麼說一年半 因為在Cranbook 因為我們是獨立研究 所以我們七個人各自有各自的主題 那我當時有一個同學叫Dog 我跟他就是在同一個屋簷下 每天吃飯啊聊天 那Dog他的興趣是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這種 Social engagement 的一種比較社會性的 人際網絡的一種 算是一種藝術實踐 像他組的樂隊 會在最小空間裡面演奏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耳朵都快融了這樣 然後他也有很多烏托邦的想法 所以我們兩個慢慢就是說 互相影響了對方 我們在Detory這個 因為廢道不行 所以以至於什麼事情 都可以發生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想像說 其實我把我的練習變成畢業設計 我自己也不會滿意 然後他把他的東西變成畢業設計 他自己也不滿意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社會實踐 他很欣賞我的系統性的複雜性的想法 所以最後我們兩個決定就是合作這樣 那我們會合作其實 某種程度也是因為我們在Detory這個地方 受到很多其他思想的衝擊 譬如說這個是我們上一屆的學長 他們在Detory去換了一塊地 然後真的蓋房子做他們的畢業設計 然後我們在就是說念書的時候 常常有句話說什麼畢業設計 是一個開始不是一個結束 那從來大家都不相信這件事 但是我這兩個學長示範說 這個畢業設計的展覽的那一天 展出了使用執照跟全套的圖面跟模型 然後開始蓋 三年後這個案子才結束 所以我真的在這個地方 因為土地什麼廢墟一堆太便宜的地方 所以以至於有很多真實的建築事件 那這個是我後來跟Dog兩個合作的畢業設計 就是我們用 Home Depot可以買得到這些 DIY的這些水管這些東西 去設想一個非常輕便 輕量化的一個 我們稱之為大概類似很像一種社交棚架 所以裡面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然後甚至畢業之後我們兩個也厚著臉皮 去跟一家工廠去提一個駐廠設計師的program 然後老闆也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但是他就很多大型的雷切設備 跟那個剩下的廢料 我們就一直用那些剩下廢料去做一些實驗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去了紐約跟大家一樣要找工作啊 然後去事務所上班 但是實在非常的痛苦 因為那個痛苦是因為 我的腦子裡面全部都是學生時代累積 包括在大學時代大三啊大一啊 然後包括在研究所在台南這些社會性的東西 然後我在無處發揮我的想法 只好去申請一個MIT在那個South Bronx的一個program 他們有一個拖車 然後裡面都是雷切跟數位設備 我選上那個 fellowship 所以我禮拜天的時候我就坐車 從那個Amherst跑到South Bronx去做一些東西這樣 然後最後之後 懇求我太太 所以我大概是撐不下去了 想要回台灣 撐不下去不是事務所的辛苦 而是說 腦子沒有太多想法想要去實踐 那我認為說回到台灣 我覺得我可以有蠻多機會 所以回來台灣之後就重新跟我以前的學長那個partner 重新再build up 回去那個公司叫大和設計 然後我們開始在做這個所謂的 一家公司它不只是一家設計公司 而是它還同時還做很多其他的東西 然後我也同時在這個時候回去學校 開始做監人然後後來變專人這樣 那這個是我當時在擬定的一個事務所 跟包括我自己教學的一個框架 就是說這家事務所它本身就會同時在做很多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跟Doc兩個人在想的那個事情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了一個 一家公司叫一加一 另外一家公司叫一乘一 就是設計公司跟一個費力機構 然後互相餵養對方這樣子 那雖然我現在變成一個人 但是我後來還是等於說 我就把這些想法就是全部內化到我自己身上 然後分別在不同的身份 或者說不同的目錄下去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同樣做建築 但是我把它做為一個實驗性的一個載體 然後參與很多的展覽或藝術計畫 然後同時它也是我在跟社會對話的某一種媒介這樣子 那譬如說新竹公園這個折折 然後其實我在想的是 那種CNC加工的那種生產 然後如何做為一種實驗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在每一個project會有不同的想法 那包括譬如說這兩年 帶學生去池上展開一些地方創生的一種合作 然後像這個是學生在設想那個池上的一種 人本交通的東西 所以大量交織它作為一個概念 那我這十年來一直在宣揚這個東西 可是其實可能因為我實在是太笨了 所以不知道怎樣把這件事講清楚 那後來咧我就去 有一天咧我新學年來在臉書上面 就成立一個社團就叫大量交織 然後我就希望說大家互相可以資源轉換什麼的 不過幾年下來 這個社團現在演變成一種類似席物網的 大家都會po那個各種不需要的東西 然後但是很奇怪 可能是因為我的人際網路的關係 都是一些設計藝術圈的 所以這裡面大概四千個成員 都是比較偏這方面 所以常會po一些美術館展完之後 莫名其妙的展架 但是真的有人要 然後就秒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哪怕被 誤用成一種習慕往事的一個狀態 可是對我來講它也片段的 再現了我的那個大量交織 這個比較複雜的這個想法 其中一個切面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用很短的時間 謝謝 好厲害 我那個其實我 那個其實我認識小小子應該算 算蠻久了 可是今天聽了以後 原來他有這麼多 這個不為人所知的一面 他還包括是一個習慕往的王族 那我覺得這裡面其實 應該很清楚可以說明說這個劇 我覺得他最後這個東西 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說明了這個劇 怎麼真的可以變成一個變 我覺得他 在他那個所講的那個 很快的內容裡面其實是 把這樣的一個劇 可以產生變的那個power 那個很清楚的把它表達出來 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請各位 各位都上來上面 好 請各位 好 你們會幫我看那個 看那個他們 對對對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今天的這個Q&A 基本上就是要讓劇變成變 那如果沒有變的話 我們五個人都要切副 切副智商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珊珊先來回 回應一下他們剛才三個人的報告 好 你可以嗎 我等一下變後可以嗎 我等一下變後可以嗎 你變得了嗎 我晚一點 珊珊來即晚一點再變 是不是 好 那還是請醫院 醫院先 先 先回應一下他們三位 好 要變喔 要變喔 不能只有聚喔 要變喔 好 我從那個有志那邊開始 因為我這個印象會比較深刻 剛剛我覺得那個有志老師 在 在 在 我記得我們剛剛在一開始 要開始對談前 其實有志老師有說 其實就是某個時代 可能來了一群對的人 然後那個零 剛剛有說到那個所謂的氣 那個當職場 職場而造就了這些事情的變化 那我覺得我剛剛在有志老師的那個 的一些圖片裡面 其實我 好像在那個 塑本追緣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感受 讓我看到 可能從他自己本身去 感知到的那個 過去是什麼樣的一件事 然後可以推展到現在 想要做什麼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當然這個 從創作的角度 應該這個是 也許是一個好像創作者的一個 個人的一個 一個成長脈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剛剛好像看人生跑馬燈 這15分鐘可以看一個人生 其實我覺得光這個題目也可以變成 又是另外一個衍生 就是每個人把他的人生 簡化成15分鐘 怎麼樣來 用圖來傳達 好那 那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個 如果說要談一個變 對我來講我覺得 很快的在這個 四個人的身上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就是 可能都是在專注吧 就是在專注在當下 跟在每個人的那個事情身上 所以比如說剛剛那個 仁碩這邊讓我 因為我對仁碩的認識 當然就是從葉迪爺開始 這當時他 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他獲獎 然後那時候來入圍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為了要辦那個走毒 然後我就約去找他去採訪 然後當時他還在舊的那個事務所的位置 我那時候跟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的認識跟接觸 只是我那時候很印象很深刻 是在他身上 我感受到的是一個活力 然後是一個 他跟無見之道 我看到的那種 其實是一個很熱絡 然後是一個很親切的先生 然後就很快的把所認知的東西告訴我們 那我覺得那樣的一個接觸 當然後來衍生像濟光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覺得從他身上 他就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其實我剛剛說的那個 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能看待的是 每一個人身上 他的特質而衍生出來的創作的話 事實上其實就是在專注那個 各自所相信跟認知的事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對我來看就是我想那個 珊珊代表的是 剛剛所提的所有人代表的是中泰這幾年來說 跟著我們或帶著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 或是剛剛如王老師所提的 提供一個聚的機會 然後讓大家得以有一個這樣子產生 就是每個人每個人之間的關係 進而因為我們都相信我們的價值 所以這個價值如果都是正確的時候 未必正確至少都是一個我們相信的事 那所有事情集合起來就會不一樣 我想這個是我剛剛這樣一段下來 我自己最深刻的事情 謝謝 我這邊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老實說我們最剛開始最剛開始 會覺得需要認真的想很多事情的時候 真的就是從那個小龍老師帶著我們 開始那個ADA的那個事情 那當然ADA那個事情也有 世代會跟中泰這邊的非常大力的支持 那其實在珊珊剛才的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那些活動被找來一起參與了 可是在那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管是評論者或者是老師們 或者是彼此交流者 在那個很愉快的交流過程裡面 仍然會給彼此非常有點像一個槌子這樣敲下去的那個 會讓大家驚覺或者是發現說自己 其實還有更多的任務或該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那這個有點像是說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交流的企圖 大家其實都有 所以想要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來交換自己正在想的事情 可是也因為這些活動不管在是很輕鬆的樣子的小酒館 或者是很認真樣子的展覽或頒獎 其實它慢慢的都會把這些大家的某一些個性挖出來 或者是說逼出來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那譬如說對有志的那個認識 當然也是從18的那個ADA開始 但是其實真的會嚇到的 其實對我來講其實是那個 在新竹公園的那個展覽 那時候細細細細的問有志老師說 那到底為什麼想這些東西 那果然在剛才快速的跑馬燈裡面 看到一點點這些好玩的事情 那 所以你也重新認識我 我比較期待你重新認識你自己 沒有 就是說我們其實會看到那種 其實人很有趣 人真的就是一點點線索或脈絡 然後我其實會讀到自己 其實也會讀到 為什麼你那個 我那個當下會被那個作品覺得 哇太有趣了 我一看一去再去這樣 去重新玩那些東西這樣子 那 我覺得今天的主題很有趣 我們再談一個劇 再談一個辯 那 劇我們大致上還蠻清楚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們期待的辯是什麼 我其實沒有那麼清楚 我反而覺得在宜宴的那個帶領 有一點點像是把 他看起來更原始 更小朋友們 更起點的那個狀況 我們多多少少像是被說過訓練的狀況 我們可能有 是很有壓力 或者是很有企圖心的 在想我們應該怎麼變 可是我覺得那個回到一個 再更純真的那個遊戲心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那種期待還蠻多的 我不曉得 也許我們當下的這個社會的這個狀態 對我來講更像是一個同趣心 那種很愉悅的某種設計狀態 還沒有那麼容易被發掘 大家可能會稍微略為緊張的在看待 作品或擔待公共事務這樣子 對啊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就是也許再更同趣式的 或者是再更回到那種 愉快的那個心情的事情 看待自己的工作可能更有趣這樣 老師我先請教你問你 你是哪一年回到台灣的 08 那個 2008年 念書是05-07 這樣 所以看他們講的這一段 你應該都有看到嗎 是不是 有一些啦 但是其實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有參與那個 那個 那個 UIS 那個 中山配銷所 有一個工作坊 然後那個工作坊在 在想那個中山配銷所的未來這樣 就是狀態還沒有進去 對我那時候是 應該是風哥推薦吧 是我辦的嘛 對你辦的 對啊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才開始 怎麼講 就是說 開始engage 這樣子 可是其實 我覺得你們很奇怪 你們 你們都 講的好像大家都是陌生人一樣 可是我沒有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自己是 從大學時代用BBS 我就在 呃 我那時候 我是 四個建築跟設計版的版主 然後我後來去創那個全國連線 轉性版這樣 那個是我去搞的這樣 可是 在那個時代 我們那時候最強的人是一格 對啊 這是準建的一格 這樣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們是那種準建世代 準建族人網紮的那個世代 然後那時候一格辦很多網劇嘛 所以像我認識格子啊 我認識秉鴻啊 我們都是在 準建的網劇 當時就認識的 對 那但是後來大家陸陸續續 譬如說出國念書 或者是在有一些發展 然後回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變得不太一樣 那準建後來 閃掉之後 就 大家少了一個媒介啦 可是也 也紛紛回來之後 大家 譬如說開公司的 教書的啊 也都默默各自在做自己的事 那我是覺得 一直到 小陽老師 是一個真正是 巨變的那個人 就是說 你做的ADA啊 然後這些大評圖啊 什麼等等這些 各個不同的 這些事情 包括出版品 就開始把這個世代的人 又都聚在一起 當然 那個功德 不是光是我們這個世代 還包括上一個世代 跟現在下一個世代 的 學生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看在眼裡就是說 聚是 我那時候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想到說 聚跟變的關係 說真的 我一直覺得是 小陽老師在做那個聚的事情 但是 真的要講說 這個展覽 我真的覺得說 聚了之後有辦法變 那真是要有一種 該怎麼講 因為我 我剛剛不是話說從頭嗎 可是那個時候 我在受那個教育的時候 我一直感覺說 那一些人是競爭對手 然後我覺得大家 要當大師都很辛苦 就是說一個大淨圖 幾百個事務所去參加 結果成王敗寇 第二名的 那個 酷哈斯 OMA 那個圖這麼漂亮 可是就是輸給 初迷的 那個 那個案子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做建築就是 英雄主義 就是 我很難想像他們是有 一種 私底下的私交 然後聊天 然後思想 畸辯 然後去 教育下一個世代 然後去開花結果 這樣 我一直覺得說 這些英雄主義的人 就是競爭對手 這樣 所以 如果今天從一個教育的觀點 去看的時候 就是說 把這群英雄 有機會聚在一起 然後有一些思想的疾變 然後去 去 為下一個generation 再去做很多的碰撞 那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展覽 給我很大一個 回顧那個經驗的時候 一直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這樣 好 那我可以回應一下 然後 不一定是 講 那個劇跟變 可能 因為我想我在 四位講者當中的身分 比較特別 就是我 其實坦白講 我本身並不是 建築專業背景 那是因為我在中泰工作 所以認識了各位 那如果就我進到中泰之前 其實我的背景比較是 當代藝術的訓練 就是比較是偏純藝術 那在藝術 創作的這個領域當中 其實比較多的 創作者他其實是比較個人 那當我進到基金會之後 開始了解建築 建築人 我發現建築領域其實 蠻多的面向或是事情 其實是很多 大家一起 共同 創造 然後 所以在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三位的分享 當中 其實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一宴帶著 是很多的 參與者 小朋友 然後用遊戲心 來去共同創造一個 他們想像美好的城市 或者是季光公務所去打造一個 共同工作的空間 然後去營造 好像把特殊的事情變成日常 但是那個日常本身其實蠻特殊的 一個很有趣的案例跟經驗 然後有志老師也是 剛我真的是再一次認識有志老師 他從大一到後來在美國 跟著一群同學或是你的partner一起創作 這些都是過去我受這種藝術訓練 其實比較難想像的 然後在中泰的工作其實也很特殊 我覺得我們很像 是 就像林芳怡老師曾經說過的 就是我們是搭台的人 就是我們是搭那個台子 然後讓許多的創意者 有可能是藝術家 有可能是建築師 到這個台子上面去發揮 所以說不敢講我們自己有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建造了這樣的一個台子 然後讓大家聚在這邊 那如果說回應剛剛小王老師講的那個變 我覺得大概就是回想中泰基金會成立的那前幾年 2007年到我進基金會的時候是2010年 在那個時候在台灣的社會其實還比較少有建築相關的展覽 或者是建築相關的討論會 然後我也曾經聽宜珍就是我們的前秘書長她也曾經分享 就是在2007年以前可能建築的領域還是很 比如說不同的世代之間其實沒有太多的交流 那就可能更不用講建商或者是跟學校學術或者媒體 或者是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方面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接觸的平台 那我覺得中泰基金會大概就是在那個比較早的階段 我們扮演起一個大台子的人然後讓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後續其實因為大家的相聚認識然後產生更多的火花 那也讓台灣的社會後來慢慢的變得更多元 那當然不是只有中泰就是後來就有很多其他的組織單位 也共同加入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平台嗎 所以我在想那個變化可能就是從早期比較少這樣的機會 到後來這樣的一個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元 那也是因為如此所以後來我們的建築人小酒館就 其實就也在思考他是不是應該改變他的一個定位 或者是說他的使命或他的角色是不是已經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對 好的所以我簡單回應到這邊 我其實我那其實我剛才在聽你們講這個事情 我其實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是其實我來那個我之前來看這個展覽 您看兩次了吧 那我下禮拜還要再帶學生來看這樣 那我覺得我第一次的感覺是有點在看那個前朝儀式 就是已經消失的過去 你們這一代人不會知道我們以前的人才知道 有點那樣的一個感覺 那可是當你真的看到那些圖的時候 你又有一種感覺是那些圖沒有消失 他並沒有隨著那個時代而遠去 他還是非常立體的在你的眼前 那個就好像我剛才看到那個小偽放著 他說他大意畫的那張圖 然後我說那個不是王者畫的嗎 我就覺得那個就好像那個感覺一樣 那個圖跟那個人其實是分開的 就是說他那個圖有一種 有一種非常獨特的一個狀態 跟畫人他並沒有關係 所以本來我大概看了這個展覽 大概有這兩個 那個剛才有這兩個這樣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今天參加這個座談會 然後聽完你們講的這些事情以後 我好像覺得說我們身體就在那個展覽裡的感覺 也就是說它讓我有一個感覺是 我們看到的那些圖 它其實在背後都有 像我們今天所講的這些事情在背後 只是我們今天看那些圖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看到這些事 可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事實上是存在那個圖的背後 所以我好像就開始又看到了這個展覽的一個深度 這樣子 就是說它每一張圖 它為什麼會有那樣的一個感覺 就剛才形容那個感覺 就是說那個圖已經脫離了它那個時代 它走到我們這個當代 它還是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雄變力 那個我覺得其實是因為有這樣的東西 它在背後在支持著 這我大概想今天講的第一就是 那第二個事情我在想談這個變 因為我的劇跟變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個我也常常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那個其實你們剛才講很多事情 我都忘了 什麼在中山創意機裡有辦過工作坊 叫做自由人參加 你們沒講我都已經忘了 所以顯然我是一個做很多劇 然後做很少變的人 就不太知道它是什麼 你是認著我們自己變 對 可能我就是做了我自己都忘了 那所以說我覺得今天這個活動 也讓我開始想 那個真的 這個事情能夠做一個比較 深刻的一個自我的一個反省 那我覺得 我剛開始的時候講了一個很三八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國父孫中山的性害革命就是巨變 這樣子 那可是我其實我覺得我們做的就剛好不是那樣的事情 就是說 那個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最重要的這個變呢 它並不是一個革命 而是一種可以滲透到我們的這個生活裡面 然後進入到我們這種骨髓裡面的那種 那種那種一滴眼一滴的一種變化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是 就是今天錯過這個活動 我那個那我才真的去感 去感覺到這樣的事情 比如說 剛才在 在 在珊珊的那個 那個片子裡面 我看到我那些 好朋友們 在 在當年 曾經這麼年輕 這樣 那這個當然是 是一個 一個鏡子 它會照到我自己 也 那個整個 這個 容貌也變了 那可是我覺得在這個變化裡面 它好像 有一個 可以令人家真的一個比較高興的事情 可以出現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 在2018年的時候 A加優他們有出了一個 一個台灣 台灣 台灣建築的一個專輯 那我在裡面就寫了一篇 一篇文章 那我 那我寫那篇文章寫到最後面 都寫完了以後我才突然想到說 相對於這個日本建築 那個 或是其他地方 我 那我 那我應該要寫一下 那個 在台灣所發生的這些 這些劇的這些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又開始 又補了 那個 又補了一段 又寫上去 那這段裡面 那段裡面我大概是寫說 在台灣呢 大概從 大概在2000年的 這種前後 這種建築活動 就開始變得活躍起來 那在那個 在那個之前其實 那個大概就 就沒有 那 在這場裡面 那個其實 那個其實 那個第一開始是陳平 那我記得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參加那個 那個陳平講堂 那時候都還很年輕都亂講 那可是呢 在 在下面做了很多人 那個陳平講堂 大概可以做六七十個人 那可是他 可是他已經坐滿了 已經 已經排 已經排椅子 然後都還 都還 還坐滿以後 那你只好坐地上 你可以想像 在那個時代 你是付錢喔 然後你是坐在地上 聽那個 聽講 那我覺得 我們真的在那個時代 就經歷了一個變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強烈的一個事情 那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第二波就是中泰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那我覺得 在中泰他們這個裡面 他們所發生的那個事情是 讓這個建築 它不是那麼只有建築 它會跟 它必須跟很多東西要碰觸 這樣子 那個比如說 那個 那個像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 一個討論的一個組合 那個我覺得 在還沒有中泰之前 應該是不會發生 因為它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非常建築 就是 就是 就是要講什麼東西 就是建築 建築 建築 然後呢 你最好講的是 國外名建築師的 如果這樣 要講台灣建築師 大家就 我們再想想看 這樣 所以你們可以 可以想像那樣的一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會在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然後藉一個國外的一個展覽 然後談 我們在我們自己這個 這個 身上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是在 在中泰成立以後 我們才開始慢慢習慣 這樣的一個 一個討論方式 那當然接 那個接下來有 那個 有世代會 那個最 那個 那個現在又有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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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架進來 所以我其實真的看到了 它好像是一個 一種 漩渦式的轉變 那可是呢 這個轉變 它 它並不是一種革命式的 它是一個 讓我們每個人都 會感覺到 然後呢 有 有 越來越多的人 它捲進來 所以我 我真的看到了 是說 就 對來講 我覺得好像這個展覽 到了這個時候 好像 讓我覺得說 它好像是一個 鏡子 藉由這個展覽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 大概在 從 兩千年以來 在台灣 建築界的 這樣的 一個 變化 那個 最後我要講的 是跟你們講的 就是說 我年紀比較大一點 已經快要 快要老去了 你們 那個你們一定要好好的 把這個事情要好好的 再做 我覺得真的 真的沒有 真的是很少 有這麼好的一個氣氛 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透過你們畫的 那些 那個 呈現的那些圖 我真的就是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在做 真的已經 已經做 已經做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 時代 所以我大概是我今天 在裡面真的 從 今天的這個 這些你們講的事情 然後從這個展裡面 我真的非常深刻的 那個去感覺到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 那 我可以回應一下小王老師嗎 但是老師剛剛有提到 這個我們現在的改變 不像是 聲音OK嗎 不像是那個 辛亥革命般的這種 巨大的改變 或巨烈的改變 而是一個慢慢的 然後好像是滲透式的改變 然後我覺得 我也有非常相同的感覺 然後 我甚至認為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在相聚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回 我剛剛 分享的這些 過去的照片 然後 那些相聚的時刻 其實我覺得 當下 我們並不見得 我們會去 預設 它會怎麼改變 其實那個改變 不管是我們規劃的人 或者參與的人 其實在當下 或許 並不那麼清楚 那 又再加上 時代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那個改變 很有趣 那我其實自己在 也是透過這一次 準備這個簡報 的過程當中 看到那些 就是真的很令人懷念的時刻 就會想說 哇天啊 那時候可以不要戴口罩 真的 然後很 很珍惜 那些時刻 然後也 會去 去想像 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再 再一次 相聚 或許 場景不一樣 或許 人不一樣 或許 相聚的 目的不一樣 但是 我還是很期待 那個 就是像小王老師講的 那個 慢慢的改變 它可能從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縫隙 滲透到我們的 生活或工作當中 我 我覺得 是我剛剛 我現在全身是起雞皮疙瘩 就是 因為很複雜的心情 包括 看展覽的心情 包括剛剛老師 最後說的那些話 然後讓我聯想到 方爺老師的事 那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但人生有時候很有趣 就是所有事情 就像我剛剛三安說的 並沒有特別的預期 可能會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 尤其像現在 其實我現在的身分也好 或 跟我在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當然都 可能 跟我的未來 也許 都有 我也不清楚 或是怎麼樣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對於那個變這件事情 我一直 我一直是 是相信一個狀態 就是 像剛剛 那個 我們有聊到那個 可能過去在新建築的時候 我們再扮演一個 其實剛剛那幾個字 溝通 紀錄或轉譯 其實 不外物它也是 我們 我在新建築那時候 其實一直 幫老師所賦予我們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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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做的事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會跟著我 它會跟著我不管我在哪裡 那 那當然它也會 跟著我們 就是一直 一直在扮演那個 老師所相信的 那個搭台這件事情 但我現在只跟 擴大搭台這個概念 就是 也許那個搭台希望能 除了 如果沒有一個媒體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扮演這個 這個角色 然後怎麼樣來持續 做這個 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剛剛 黃老師 那個小黃老師 就是 最後那個 那句話是有點 我們 我不敢 我不敢說我 到底能不能做這樣 能不能這樣子 但至少 我會一直 一直努力的 努力的 來 持續下去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時代 是個很有趣的時代 就是這幾年來 可能有累積了非常多的夥伴 那個夥伴未必是一個 工作的夥伴 而是一個大家都 就像在座的這幾位 我們其實就是 就剛剛就說 開玩笑來中泰 大概每次都會回家的感覺 是一種很 看到各位 都是 過去這樣一直 一直這樣子在一起 然後可能什麼事情 會討論 像我剛剛 其實剛剛今天人碩 早上就跟我說 他要先來看展 我說我也要來看展 然後剛剛跟我說 看完我們等一下去哪裡 聊什麼事 我說好啊 那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小黃老師 其實這幾年來 我覺得 做了很多劇的事情 就是讓這個變化 產生機會 不管像剛剛這個 大家彼時間都往來或交往 所以這個其實就已經 都慢慢的在我們心裡 所以 我們會 就是 至少我啦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是感受很深 而且也 而且也 享受其中 享受其中 謝謝 我想再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台中 或在季光 其實 的確看到 很多年輕的建築世代 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說 我隱約的 的確也感受到 剛剛各位所講的 我們其實更隱形的 或更 更 更 潛移默化的 在 在 一系列的中泰 ADA 或者是 現在的建築世界裡面 看到一些 有趣的機會 同時也觀察到 這個世代的 某種 我其實覺得是 有點像是一個 比較強韌的韌性的狀態 其實 其實我們 可能在 樓下的展覽裡面 我們看到那個時代的 大時代的 大動作的 大宣言的 那種企圖心 非常非常強烈 我們可能非常羨慕 可是我們在我們的身邊 其實 有點像是我們在樓上 大家一群人 在談我們台灣 現在的狀況的時候 我的確非常同意 它隱形的 比較隱性的 在讓很多事件 變得有機會發生 不管哪一個平台 其實遠遠 我認為我真的在周邊 看到的平台 遠遠多於我們今天 一起來談的 有提到的這些名字 我其實覺得不管在藝術界 或者是在建築界 或者是在地方 或者在社區 我們其實感受到 這個時代的台灣人 的年輕世代 其實用一種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自己是非常認真 而有某種奧性或韌性的在 在創作或在產生一些新的事情 我覺得未來這五年 或是未來這一小段時間 我其實很相信會對 接下來的建築世代 做成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其實一直 反而是越接觸各式各樣的平台之後 越覺得那個機會有別於 三五年前大家在談 某種公共的建築狀態 或者是某種公共心的時候 產生了更多的機會的可能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講 變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感覺到 這些隱形的事情正在發生 我跟宜燕一樣 我其實我也是百感交集 因為今天這個話題 講到這裡我就有一點 複雜了 心情真的變得很複雜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這個世代 就是說 剛剛講到準建 可是其實在準建之前 對我們來講 影響最大的其實是雅氣 OK 我們那時候考差大 或什麼都在看雅氣 你去補習班也沒用啊 你還不如把雅氣全部看一遍 因為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至少人家會說 你是全內人這樣子 為什麼要講雅氣 為什麼要講雅氣 因為就好像剛剛方英老師 跟我們清智老師 跟那個 當時幾位跟著光庭老師 就是 用雜誌其實就是在聚 可是那時候 的雅氣 我真的覺得他開始做到 有點雅俗共賞 所以他不只是在關心 建築的事情 因為建築有另外一個部分 是跟社會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 那一個社會性那個部分 一直是建築人 就是剛剛 閃閃講到就是說 跟純藝術的這個世界比起來 其實 為什麼建築好像一直都有那個 必須有些事情 必須要一起做 因為那個 因為有些事情 比如說城市的發展 整個社會的那種 總體性的那個發展 那是跟建築息息相關的 那個東西 光靠一個建築師沒有用的 一個作品再好 再了不起再美 也不過就是成就了 一小塊地的 某一些幸福感 可是那個真正大眾的 社會性的那個東西 必須要靠 一種群體性的力量 所以譬如說 有人居然一起 改變建築師的這種 考試的制度 然後改變過去 我們都被 都被教養說很黑暗的 什麼公共建築的評選制度啊 什麼等等 那個都是上一個世代 很多人累積很多的努力 然後甚至像小王老師 他們這個世代 還做了戰後第一代建築師 然後現在建築史的這種梳理 那小王老師剛說在追劇 我最近剛看完那個史卡 他說 那個更是一個全民的一種 重新對整個台灣歷史的 集體教育 然後那個是 我們整個 整個社會集體失落的 對自我的一種 根源或者說文化複雜度的 一種認識 所以我覺得台灣建築 的問題 相對總體社會的問題 其實是個小問題 那過去 我們被教養的那種 英雄式的成就 建築的成就 其實 跟現在此時刻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比較起來 那個真的是 滿小的問題 所以 我真的覺得 你知道以前 我在實踐的時候 那些老師 全部都在罵其他學校的老師 因為他們就是一群受迫害者 那時候就是所謂什麼老六校老八校 掌權嘛 那些老師 連要升等什麼都無法翻身 可是 以前常常有人問我說 實踐如何如何 我就說 實踐沒有如何如何 因為那些人 全部都是那些學校 畢業 來實踐教書的 是那些 是那些 學校 是那些學校 教養出了一群具有反省能力的 人 他們知道不能再這樣搞下去 所以這一群人 出國念完書 集合起來之後 來到實踐 開始在反叛他們的 師長輩 所以把台灣建築圈稍微攪了一攪 也不過就如此而已 但是問題是說 在那個教育的內容 在傳承的東西 還是非常那個建築的那個東西 社會性的東西 那時候全部交給城鄉所 其他學校都不用管 那後來城鄉所反正也撐不住了 因為台灣的社會問題 不是光是只有社區 跟鄉村發展的問題 那個是一個都市啊 很多無可光耀等等等等 零零中的問題加起來 都不是我們單一建築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譬如說 我們為什麼會去個別 去做很多這種 所謂社會性的事情 那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建築 說真的已經做不下去了 我自己覺得 你在美好的單 你在那些 幸福的美麗的那個東西裡頭 其實那都是一種假象 社會問題 整個所有人的這種幸福感 其實不是來自於那個美好的建築 它是來自於真的 大家互相彼此關心 弱勢的人 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均衡性 或者什麼 所以我覺得建築教育 受的挑戰 跟整體社會的 所有建築人的挑戰 其實是來自於那個更大的 更看不見的那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是 現在這種資訊化的時代 要再處理那個比較中心性 集約性的那種東西 真的越來越困難 現在這個去中心化的 自媒體的 所以我們的下一個generation 我們辦的活動 他們可能不再買單了 今天這個 這一個場子 可能線上看了 也不過聊聊幾十個 因為現在實在太多 順便打個廣告 今天是 那個 大平圖展覽第一天在 那個 在 沒有在北義大 在北義大科技 新開幕的科技藝術館 熱騰騰的使用執照才剛拿到 對 可是你看 今天開幕這一天 我跟小黃老師 三位那個測染男 有兩位坐在這裡 所以我們那個打廣告是應該的 對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把大家聚在一起的這個心 我們有某種焦慮 可是說真的越來越困難 因為大家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我說真的 我沒有那麼悲觀 雖然我剛講好像很悲觀 可是我沒有很悲觀 因為我覺得 將來是 個別種子遍地開花的時代 然後大家這種群體性 可能是一種更網絡化的 心心相應的那種東西 所以 所以小酒館 搞不好比研討會還重要 因為 因為認真嚴肅的事情 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各懷鬼胎 大家互相 不相信對方在做的事 可是那個 把大家的情感凝聚在一起 互相支援的那件事情 其實還是很重要 我可以小小的補充 其實 其實這幾年來我們 像我 其實因為參與社區規劃師的事情 之後 其實你真的發現一件事 就是 真正要讓大家 在一起做事 其實不是做事的那一刻 而是做事前的吃喝玩樂 那我講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說吃喝玩樂很重要 而是說 應該說 不是說事情不重要 而是說吃喝玩樂 它其實就是剛剛 我覺得剛剛我們 剛剛聽起來都有一個 回到那個生活日常的 這樣的一個情境底下 那個時候是最貼近 最能貼近自己的 它也最能表達 人的那個真實的那一面 那當我們都可以看到 最真實的那一面的時候 你就會進而相信 它要做下去是OK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就是因為 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剛好可以先接那個 有字歌 有字歌詞我覺得剛剛 這我要感謝有字 因為有字在 我記得2015 你們那時候時間辦了一個研討會 然後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讓大家都可以投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 我那時候新建築就投了一篇 到那個研討會 那時候其實 就讓我們整理了一些脈絡 對 那我覺得我要特別感謝有字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字好像就是我的一盞明燈 他常常在某些時候會突然丟出一個 是說欸 你可能要幹嘛幹嘛 你幹嘛幹嘛 我覺得這個 蠻好玩的啦 他剛剛又在沙發那邊講了幾句話 他的話我就覺得 每次好像就是有點 就是剛剛說那個打一槌的這個事情 好 謝謝 我那個我其實最後再提醒大家 大家一件事情 我覺得回應一下他們剛才講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有意思 各位那個 那個山山剛才在講的時候 有畫了 有放了一張 一張照 照 也張那個 那個 照片是那個 那個 是那個 那個誰 就是AA那個院長 那個 那個 柏伊 嗯 是那個 柏伊斯基跟 跟 Michael Grave 跟Peter Eisman 他們不是三個人 然後 然後臉很臭坐在那邊 這樣 然後有看到一個 蛋糕 那個 它不是蛋糕 它是個模型 是個模型 是那個 波特蘭市政廳的那個模型 可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那個模型的前面有一瓶紅酒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那個 這個就剛才伊燕所講的那個部分 那個我覺得在 在所有的這個最嚴肅的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一瓶紅酒 哈哈哈哈 好 那我 那個 那個 那我們今天就 就 就到這個地方 那 那個真的很謝謝四位 那個 那個語談人 那 替我們那個準備了這麼豐富的內容 這樣子 然後把他們 這個 怎麼講 這個 這個 在 在 這幾年的 這麼豐富的 一種 經歷跟思考 都 都講出來 那我覺得 那個今天就應該是一個 很成功的 活動 很謝謝 你們的 邀請 那就到這個地方 那就 再回 就這樣 好 那就跟各位說拜拜 拜拜